好 先生 你是不是来找保姆啊 对啊 我就是这个公司的保姆 真的啊 我有保姆真的 那好好好 上车吧 上车再说 好 快点 原来你也认识王小嫂啊 认识 我们是老乡 保姆圈嘛就那么大 你来我往 黎先生 你放心 我做保姆的时间比他还久呢 那就好 你这个车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不要倒江湖啊 说好了啊 按方老师说的 一小时十块啊 知道了 你放心 我一定一定让你满意 黎先生 你有小孩吗 没有啊 那你结婚了吗 结了 怎么了 没有 问问 对了 我忘了跟你讲了 我和我父母 还有我太太住一起 这个年纪大的人 有时有点续道 你一定要有耐心 晓得吧 我跟你讲话呢 来了来了 爸 妈 这是刘晏 我刚请来的 你们先用用看 叔叔阿姨好 您先生都说了 你们就放心吧 我会努力工作 让你们二郎满意的 好 好 好啊 你等我跟我商量商量 就带个小保姆来 王小嫂怎么办呢 那个小王不是请假了吗 你们两个总会有人要照顾的 没人照顾你们不开心 你们一不开心一闹 这 这一听就闹起来了吗 我这不是花钱买平安吗 对吧 姐 我们用小王啊 刚刚用叔父了 就是啊 你等个随随便便 又找个新人来呀 爸 家里总会要用人呢嘛 我要用小王 小王靠得住 我看这个姑娘啊 不灵的 你看她那个打扮 好啊 爸你就别说了 就两天应急 好了 就这样 儿子 就这样 她呀一定又是去她幼墓家了 是 对了 你赶快跟小刘交代一下 我知道 知道 张派姐 你们家的家具用品不够啊 怎么不够啊 我们家里的抹布 都是分得清清爽爽的 你看 这个呢是洗碗的 这个呢是擦玻璃窗的 这个擦桌子的 擦椅子的 都要分得 重要的不是抹布 重要的是什么样的抹布 要有什么样的清洁剂 擦玻璃呢 有专门的玻璃清洁剂 家具呢 有专门的家具护理液 还有厕所那些浴缸啊 水池啊 都有专门的护理粉 你们家有吗 没有 到现在为止 还在用这种三块钱 一瓶的清洁剂 这个怎么用啊 我以前都是在别墅人家家里做 可讲究了 好了 小刘啊 你再在别墅家里做事 那终究也是保姆 可是人家家里有的东西 你们怎么一样都没有 笑的 好了 好了 张会计 我是说 现在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像张会计你们这样的家庭 用这样的东西 说出去是要被人家笑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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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什么事情也不要做了 就打扫打扫卫生 晚上我们就吃中午的剩饭 放在微波炉里热热就行了 剩饭 在我们农村是喂猪的 你说什么 真的 你不信去我们老家看看 我以前做的别墅人家 喂猫喂狗都是用营养品的 小若 张会计 我倒是无所谓 不过我好心劝劝你 你们二老年纪也不轻了 不要为了省一点钱 失败了身体 不划算的 吃好一点 老妮啊 这个小姑娘 怎么有点神经兮兮的 忍一忍吧 怎么说也是儿子的好心哪 明天就吵到他 怎么看着都不舒服啊 不舒服 阿姨啊 你病了 我刚才是说 要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 我要复印一下 是你儿子从家政公司 把我找来的 你怕什么呀 我会在复印件旁边写上 专供保姆证明使用 要复印 你们一把身份证复印一份给我 小刘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呢 你和我们是不同的 我们是东家 你是保姆 我们住在这里跑不掉的 有道是 铁打的东家 流水的保姆 你是流动的 要跑也是你跑嘛 那万一我被你们欺负了呢 要复印 大家一起复印 好好好 都复印 都复印 好了吧 对了 这上面啊 是一张表格 你每天做的家务事 都写在上面了 你每完成一件啊 我就打个钩子 你没有完成啊 我就打个叉子 原来你们就是这么对付 王小早的呀 你这是什么话呀 怎么能说是对付呢 这是一五一十 规规矩矩 有道是七层锅八层炕 九层煤火烧得旺 居家锅日子呀 就是要钱归正蒜 米归斗粮小的 好了好了好了 我农村人听不懂 你什么七八九 对了 阿姨啊 你刚才说要吵我是吧 我听到了 好吧 反正我也不想干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来了就走啊 你把我们叫 当什么地方了 就是啊 你也不能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吧 那好 我就留下来做做看 不过我话先说在前面 要是你们对我不客气 我随时扭头走人了 好 吃 吃